看看安徽海螺水泥的水泥股 Ms.Lin说早晨 问914的海螺水泥 42.6元就进入了 现在仍然在捱价 她说请问上网和止蚀位是哪些 即是什么水平 因为之前也有些新闻传出 有好几个城市的水泥价格也要降价 未来的海螺水泥前景你又怎样看 股价表现来说 其实已经看到它回了下来 4月下旬的时候 一个比较低的收市位是38.5元 现在来说是39元左右 如果不是连续收低38.5元 我觉得可以再去观望一下 当然在消息的憧憬来说 都是来自大型基建的项目 是在国策方面会有一个配合的状况 现时去看的时候 国策都应该会有一些相关消息会理好 但都是因为资金流的问题 之前已经基建股炒了一阵 所以现在基建建策未必有一个很强势的状况 所以如果你看到股价回升 可能有个心理准备升幅未必那么多 大概42至44元之间 可能会有一些阻力在 但始终你看到它反弹时 令亏损收窄的话 我觉得起码在42元楼上才可以沽货 嗯 好啊